大家好,我是George,洛士奇,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设计模式相关的课程,先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好的,之前的课程我们已经将UML相关知识都介绍完毕。 我们今天将进入面向对象的设计,OOD。 今天我们将具体讲单一职责原则跟开放封闭原则。 好的,我们先进入PPT。 面向对象设计了几个目标,就是说第一是可扩展性,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软件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件新增功能的时候要方便,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可扩展性。 第二个灵活性,就是说容易在添加新功能代码的时候,修改比较平稳,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就相当于说是我们不会因为改功能A,把功能B导致不能用,这就是它的一个灵活性的表现。 第三,可插入性,也就是可替换性,就是我们将某一个类把它抽出去,然后换一个跟它接口完全相同的类进来,整个软件也能正常的运行。 这就是可插入性,这是我们设计的几个目标。 好,就是最终极的判断一个软件设计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高内区低偶合。 偶合性是什么东西呢?偶合性就是指模块之间,或者是说更低层次,就是说类与类之间,它们相互的一种紧密程度,叫偶合性。 如果两个模块或两个类之间关系越紧密,那么它们偶合性就越强。 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这个模块的独立性就越差,因为它相当于说没有另外一个模块存在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存在了。 这就是偶合性。 好,内聚性呢,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内,或者说一个模块内部的联系有多强。 如果内部联系越强,就相当于内部的一些东西,它的关联性越强越紧密,那么它的内聚性就越高。 这就是内聚性。 然后高内聚呢,其实就是想说,软件的每一个模块或者每一个类,它们都是有很强关联性的代码组成的。 然后它们只负责一项任务,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说的是高内聚。 好,对于第偶合来说呢,就是说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模块与模块之间,或者说的更小一点,类与类之间的话呢,它们尽可能的都独立存在。 就是说,某一个模块不会因为另外一个模块不存在,它的功能就不能正常完成。 这就是低偶合,当然不可能说没有偶合,因为你模块毕竟是要相互协作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叫低偶合。 好,设计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后续相关课程要给大家一一介绍的。 好,分别是这六个,第一个,单一职责原则,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开放封闭原则,Open Closed Principle, 理事代换原则,也叫理事替换原则,理事是指的是发明的这个人,然后是依赖导致原则, Dependency Invariation Principle,接口隔离原则,最后是迪米特法则。 好,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一一介绍,第一,单一职责原则。 单一职责原则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类它只负责一个功能领域的相应职责,或者是说一个类应该只有一个引起它变化的原因。 我们通俗讲就是说一个类,它只负责一个功能,而不是负责多个功能。 然后它体现的我们刚刚终极的目标呢,就是说高内聚。 因为它只负责一个功能嘛,对吧? 那么它所有的代码肯定都是围绕这个功能展开的,那么它内聚性自然就会很强。 然后它的好处呢,就是说类的负杂度就降低了,因为它只负责一项职责嘛,对吧? 然后它可读性肯定就变高了,然后呢,它可维护性也就变高了。 最后就相当于说是,它可移植性也变高了,因为它只有一个功能,对吧? 在其他的换一个软件,或者说其他场景下,它也很容易被服用。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单一职责原则。 好的,我们具体用一个代码的例子,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单一职责原则。 好,我们打开Eclipse。 好的,我们新建一个工程,SRP。 我们新增一个class,manclass,我们勾上man方法。 好的,我们做一个打印。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的工程没有问题,可以执行。 好,我们的背景是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客户的管理系统,它需要一个可以生成客户表的工具。 好,那我们新建一个class,名字就叫CustomChart。 好,这个class呢,就相当于说是,它做几件事,它就是说它会去数据库,获取所有的用户信息。 然后呢,作为表,给大家展示出来,那么它会是怎样呢? 首先,它肯定需要一个。 赶回,获取Customer的一个方法。 FindCustomers。 对吧。 好,这个Customer我们当然需要定义一下,我们新建一个lay。 这Customer有什么东西呢? 可能就有一个,比如说name。 然后可能比如说有它的年龄。 等等啊,这个我们只做演示。 好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模拟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们需要查找数据库。 好的。 然后,我们这里不真正查找了,我们就模拟一下。 又一个。 给我们定义一个。 对吧。 对吧。 叫rate。 released。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些个released。 里面再查了。 bade入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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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它肯定就必须要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display chart 好吧 它里面往往都是去做一个for循环app 我们去叫这个find customers 对吧 那么它的 每一个循环变量就是customer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把它显示出来 对吧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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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需要对customer做一个付出值 然后方便我们这个演示 就是说我们加一个 它的构账函数 加一个street link link patch list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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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name 等于 张山 年龄 30 好的 然后再加一个 里斯 年龄 20 好 然后我们在man这边可以做个演示 就是 对吧 有一个customer chart 不要用一个customer chart 是需要的 好的 这样我们先跑一下看一下效果 对吧 好 man3的自行呢 然后 图标也打出来了 custom 张三 张三 都没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 我们这个数据库发生了变化 就是说这个customer chart 他查找这个数据库 对吧 连接这个数据库 变成了另外一个数据库 他比如说先我们使用的mycircle 这个时候我们换成了mongodb 或者说oracle 那这个代码其实他就不成立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个customer chart这个类 他就需要发生变化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单一职责原则 其实就是说customer chart 你这个类本身的话 其实并不关心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 其实你只需要关心 我就去数据给我 对吧 然后我去画图 我去把图画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设计就得重新设计一下 就改一下 就把这个类做一个玻璃 把查询数据库这个部分 放在外面 我们新增一个 叫customer 对吧 那么他去做这个find的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find的这件事情 放到这个custom.dot里 具体代码我这边再暂时不改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customer chart 只需要有一个custom.dot 然后他再去用这个do去find的这个customer 然后这个do呢 他当然需要复习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代码就会变成 customer chart 先把它扭出来 先把它扭出来 然后 我们给customer chart save一个do 到的话 我们就扭了一个customer 到 然后最后我们的customer chart display chart 那我们代码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先执行一遍 好 执行的结果和我们想要的一样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设计 我们未来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库发生变化 那我们这个地方只需要重新 再写这份代码 这样就满足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单一职责原则 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类实现了高内聚 他只管他该管的事情 他不管他不该管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一职责原则 好的 我们通过uml的方式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讲的单一职责原则 好的 我们打开startuml 然后我们先画一下之前的是怎样 之前我们是只有一个类 叫customer chart 好的 我把视频调调一点 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find customers 第二个方法 display chart 对吧 最开始是这样的 这个类 同时单单了两个职责 一个是去查评数据库 一个是去显示 好 后面我们做了重构之后 那么新增了一个类 啊 tube tube 然后 拒合关系 先置应该triguit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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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Customer,没有了 然后这个提供一个方法 FindCustomer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CustomerChart这个类 分成了两个类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职责就更单一了 由CustomerDot去做 数据库相关的工作 然后CustomerChart只做 它Chart显示的工作 这样就满足了我们的 单一职责性的原则 这是最大的引试 好的,单一职责原则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收看